嘿喲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高密人 這場比賽是競技場大師第七屆的比賽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選擇的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這個文明在競技場裡的表現 也算是中規中矩,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這是歸功與他的科技線都是全滿的 而且還有這個城堡造價很便宜的優勢 而且後期還有192遊俠可以打 而且也有超強幾兵可以使用 也不算超強,就是正常的幾兵 那法蘭克人的話他的打法也是滿多遍的 不只可以打火槍、直斧走、遊俠還有幾兵 但是他弱馬戲會有點弱一點 到了帝王時代後期 他這個輕奇變的血量甚至會比一般有品種的文明的奇兵還要更爛一點點 這是玩法蘭克人需要後期注意的事情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高密人 高密人的話他的最大特色是農田採集時候 有這個義次元農田 那這個義次元農田可以讓他不用把這個食物 採集到的這個農作物 放到這個TC裡 城鎮中心裡 跟這個魔防裡 所以讓他的這個 食物資源採集量會非常的快速 但是直線農田 像是這個果子的肉啊 或是這個採到鹿肉啊 綿羊的肉 都還是要放到這個城鎮中心裡 這個需要注意一點 那高密人的話因為有這個效果的關係 所以他非常適合打這個奇兵暴 不管是打這個肉馬啊 或是打這個重裝騎士 或者是大象 都是非常適合他的 但是他到了大後期的時候 會非常缺乏科技的關係 導致後期很容易被翻盤 例如高密沒有這個火炮的關係 所以對方可以出些投石側啊 或者是奴炮 做個針對的動作 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那高密人的話會比較建議 在城堡時代的中期 或者是帝王初期 跟對方決一勝負 越託後期越沒有希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吧 那這場比賽是道特對上 Jordan 這兩位選手呢 也說是非常老練的啦 Jordan可能比較年輕一點 道特的話 算是我們的四季帝國的 最年脈的職業選手了 我們都稱他爺爺 所以我們看到道特他出現了奇怪的 蓋城堡方式 我們都會稱為道特寶 因為他常常都拉了很少的村民喔 去蓋城堡 然後結果城堡每次都蓋不起來 這時候就會稱為道特寶 那也有一些觀眾跟主播呢 會把他稱爺爺寶 其實都可以的 那稍微來看一下這邊聖物的分布 由於是比賽地圖關係喔 所以聖物分布算是比較平均一點的 但是競技場依然是五聖物的關係 所以有一個總是會比較放在中間一點 但是這個放在中間一點 這個聖物呢會離一個玩家會比較近 算沒辦法達成非常平衡的一個細節吧 但是並不是靠著近就一定會拿到 這也是要看玩家們的爭奪聖物的技巧 那這邊 Jodan是選擇了24P 點下封建十代 道特這邊是選擇了25P 這個25P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比較不會有這個資源太緊迫的問題 那我個人是比較建議像道特一樣 25P再點就好 因為24P的話你的資源會非常吃緊喔 你只要沒有食物加成啊 或是一些經濟加成狀況下 你是很難在24P上封建十代之後 馬上要幹下冰工廠跟市集 然後去點城鎮中 去點這個城堡時代升級喔 那高明這個文明更是特殊 他甚至可以23P點喔 點這個封建十代喔 因為主要是因為他不需要任何的 時代升級建築物喔 就可以點城堡時代喔 你看他並有下4級跟 4級跟兵工廠 就可以直接點城堡 所以我覺得2324P都算是蠻適合高面的一個 上P P數的一個打法 那建議喔 還是經濟場這樣打 千萬不要什麼 你玩阿拉伯然後 23P 然後沒有圍死 然後讓敵人落盡欄 然後上城堡時代 絕對會上城堡 上到 頭破血流的 這個要特別補充一下 只有競技場 才可以這樣打 好 那法蘭克人很是標準喔 27P點下了城堡時代 但這邊時代優勢 還是有高棉或者勝利喔 這就是為什麼高棉在城堡時代 跟 帝王時代出席 很有優勢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他前期是非常強大的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血量只有54滴血 看一下清奇兵血量60滴血 還沒有點品種 那法蘭克人這邊 只要一點下清奇兵的話 就可以先打贏沒有品種的高棉人的清奇兵了 所以到時候這邊可以盡可能去按下更多的弱碼 但是自己村民也不能斷 而且TC要蓋下去 待會TC蓋好 還要挪出一些肉量 去給自己的村民 所以這邊要可能適時的去斷村 然後去硬點這個品種 會比較好一點 我是說高棉這邊 因為高棉這邊也是開下第二個TC 好 這邊高棉確實是按下了五隻 清奇兵沒有要開打 通常要開打前才會去點這個品種 好這個時間點如果撞到的話 可能就有點想要正面開打 因為 待會他的生女出來會去拉這個 清奇兵去補血的 血量盡量保持全版狀態 不然準備好萬全準備 跟對方一決實戰史比較好的 那有些打法比較特別 是會按這個長槍兵去打 當然這個打法比較適合哥德人 或是步兵國家 像是日本、圍巾之類的 那正常的馬國可以適合出馬國的國家 還是用這個清奇兵做一個對抗的 好我們這邊看到兩邊清奇兵都在勾心鬥角 你想要打我我也想打你 但是高棉有這個品種可以點的關係 所以還是要等一下品種比較好 好但是這邊出現一個失誤 雖然招翔到對方的清奇兵 但是來不及直接逃跑 就等這邊直接上去了硬砍 那硬砍結果是由高棉這邊獲得了一些些許的優勢 數量擰壓 那血量上來說還是比較差一點 這邊是72滴血打72滴 這個是遭到的不好意思 60滴血血量多12滴血還是有差的 那這邊數量依舊不夠的關係 還是被壓了回去 但是道特這邊是已經開出了3TC 開濃的關係 所以數量上會少 那高棉這邊是地上的TC開的比較慢 所以打出了一點優勢 那目前看起來高棉的打法走向 算是一個正常減生物的路線 生物也減的差不多了 目前是確定三個生物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地上的生物也是減走 上面這個生物也沒有 法蘭克的輕奇兵在上面做 守生物的動作 所以這個沒什麼太大問題 Dodon這邊打出了相當大的優勢 那順帶補充一個東西 就是這邊你已經看到 你已經打贏聖物的爭奪戰時候 品種就先不用那麼在意點 而是你可以先去點你的手推車 跟人手技術還有二級龍 這個是更重要的細節 甚至補下第四個TC 沒錯就是這樣子 盡可能的要讓你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因為這個時期的品種就不怎麼重要了 因為你的生物確實已經拿到這麼多個 怎麼會有四個 哇 Dodon居然是拿四個 不是三個 原來是我看錯 OK Dodon這邊生物優勢非常巨大 所以 道德這邊你直接放棄了 沒有想要出更多輕奇兵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這有可能是個魔咒 Dodon覺得自己已經打贏四生物 可以不需要這麼的基劍 那道德這邊只拿到一個聖物 是否可以翻盤這個後期呢 這就要來看一下 究竟這邊能不能反打回去了 這邊先點一下跑速還不錯 先點跑速 可以有效的去控好自己的兵 瞬間可以拉開距離 再回去打一下 但這邊再次著想一下對方輕奇兵 好 跑速已經好了 這個TC蓋得有點慢 我們繼續加速一下 先跳過車寶斯在中期 好 那目前看到 Dodon在前線 按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道德這邊拉了五隻的輕奇兵到後的方 直接把他的聖率全部砍掉 Dodon的四隻聖率直接倒在地上 目前雖然法蘭克人有打掉四隻聖率 但是實際的數量是不敵對方高敏的輕奇兵數量 會補下了更多長項兵出來 想要來硬解對方輕奇兵 效果其實還不錯 雖然沒有變成重裝長項兵 但是依舊還是counter對方輕奇兵的 所以目前數量有點持平的狀態 好 那高敏人這邊要打奴炮 那高敏的奴炮也是賊強的 我覺得是打這個金罐喔 雙奴炮 這個雙奴炮不只是奴炮 是一次射兩發喔 連這個奴炮像也是一次射兩發 所以高敏人打奴炮是非常適合的 但是法蘭克人有投資車跟火炮的因素 所以到地龍時代奴炮可能沒辦法成為主力喔 這個是高敏人需要注意的一個點 那這邊就能想要騙對方 打城堡時代 OE一波之類的 但道德這裡沒想理他的意思 繼續抱他的村民 待會也要補下這個地龍時代 那道德這邊可能會先補下地龍時代 再補下手推車 手推車會比較建議這樣子點 有些玩家可能會先點手推車 再點地龍時代 但是以競技場這個地圖來說 我還是比較推薦先點地龍時代 再點手推車的 這個還是有蠻大的差別 好 那法蘭克這一根城堡 蓋在了偏外側的位置 雖然沒有離開城門外 但是這裡有點尷尬之處 就是如果巨型投資機 在這個位置的情況下 他的巨頭會很好輕鬆打 欸這要怎麼講 火炮的話可以站這個位置 剛好反擊 但是有可能火炮會因為這個巨頭的關係 而硬生生被拉出門外 這個是道德待會需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有可能不會發生 這是我多講的 因為你們有在打實戰玩家 都知道如果巨頭架在這個位置 進行攻城 你的火炮剛好在這個位置 是有可能因為最遠距離的關係 直接走到城門外 然後走出去然後在這邊開跑的 好 這邊法蘭克人點下了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地龍時代來到了2分21秒 高兵只剩下一分鐘就剩到地龍時代了 這邊高兵目前打法是要轉出奴炮像的樣子 開始安圖了一些奴炮像 奴炮像這個單位 是很害怕對方擊兵單位跟遊俠單位的 但如果數量易多的情況下 甚至連遊俠都可以串刷掉的 所以這樣高兵的目標 就是要爆出更多的奴像炮 所以這邊就補動了城堡在裡面了 想要盡可能保存城堡的數量 而沒有把城堡蓋在前線 讓對方可以進行投11出來 就跟對方他的城堡互雜 這就是如果你要打城堡兵種的時候 注意的細節 城堡不要蓋得太外面了 太容易被對方攻擊了 好 這邊奴炮直接串燒 打掉了一些血量 但還好奇兵的集中性夠好 只有少量的單位被打而已 法蘭克人這邊轉出了步兵系 互衛技術 靈甲技術都依一點像 剛剛開頭提到 這個法蘭克人打步兵系 是沒什麼問題的 甚至我很推薦大家 玩這個192遊俠同時 配著擊兵打 這個殺傷力非常十足 對方不管是出駱駝 或是出重裝騎士 跟你互打的情況下 你只要遊俠配幾兵 是一個很好解的組合 好 法蘭克人陸陸陸續續點出了二級一方 那遊俠的部分科技也沒有先點了 反正是先點一下中型頭實測的三級 那他有可能是看到對方出奴相炮的關係嗎 我看一下喔 他奴相炮也沒有露出來 難道是因為看到奴炮的關係嗎 我不太確定喔 他這邊出中頭是想要砸什麼 可能是預判喔 預判的話 這個預判是非常好的 因為如果高明出奴炮相的話 是赫龍被中頭打回去的 因為現在的中頭呢 打對方奴炮相會有外增傷喔 因為奴炮相在上次的大甲板之中 獲得了胡思派戰車的鎧甲 那獲得這個鎧甲之後 遇到投手車硬砸的情況下 會拖大概十幾滴的傷害吧 還是二十幾有點忘記 反正就是會有外傷害增加的關係 所以奴炮相現在是有點被nerf了 沒有像以前那麼能砍對方的中頭 反正客人這邊長槍兵的數量越來越多 擊兵也補一下火槍也補了 這個化全應該可能是要觸電火槍 不然就是要來增加一下 這邊看一下 好 勝率沒有點神聖思想 散死滴血兩刀砍死一隻勝率 相當快速應該可以找到一隻清洗兵 OK 166換300斤 這個交換並不虧 結果等這邊清洗兵打得不錯 但正面這個節會有點困難 因為帝龍世代的高綿是沒有火炮的 要來打這個中頭或是投石機都很困難 你當看到自己的弱馬或是自己野出頭車 去跟對方互斬 才有機會砸掉 不然就是用這個距離投石機 好 投石車順便 順利的砸掉對方巨頭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要趕快先拆掉 不然又會繼續被偷偷砸掉 趕快砸 OK 反而客人這邊意識到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的威脅性 那這邊高綿看要不要先delete掉 這個不要再製造比較好 不然這個移造出來了 可能只能砸這個擊兵 這個投車中頭絕是砸不掉的 血量完全是可以撐過一發青頭傷害的 兩台就不好說了 但這個的速率只能造成一台 只能造一台 好 這一台出來 直接砸青騎兵 沒有第四眼回頭砸 OK 砸了一下 直接插篇球 大家沒什麼受到血量降低 哎呀 可惜了 就算這邊補下了品種 還有騎兵的鎧甲 還是要轉一些肉馬去打 好 法蘭克人這裡慢慢補下了 起兵的攻擊 還有步兵的攻擊 這裡也剩了重裝騎士 當然依舊還是要走回老本 這個遊俠路線 好 那高綿則是點下雙劍奴 雙奴劍才對 那待會兒奴炮呢 跟這個奴炮相 就會變成兩發的傷害 傷害非常始祖 目前有點看不太出來 這兩邊的一個想法 因為目前法蘭克是想要走遊俠 但他這個遊俠路線 很有可能會被奴炮給串燒掉 還有這個槍兵 但也不確定 這個高敏的計畫會不會得逞 因為我覺得除了奴炮相之外 盡可能再出一點奴炮會比較好 因為奴炮的本身射程是比較遠的 8射程 好 那這邊補一下工程工程師 這邊奴炮相也會再增加一點射程 這個是打奴炮相的一個細節 好 再來看一下這邊中頭砸下去奴炮相 直接瞬間快要半血 哇 這個就是獲得虎斯派戰車裝甲之後的一個威設立 好 你看這邊篡燒疾病效果其實並沒有非常美好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加點重型奴炮在後面 輸出會好一些些 但是法蘭克人這邊剛剛已經點下了化學 隨時可以轉出火炮出來的 好 法蘭克這邊點下工程工程師 也可以增加中頭的一點射程 射程來到了8加1 9射程 奴炮相則是只有6射程而已 這個手非常的短 奴炮則是有9射程 可以跟對方中頭護頭 但是依舊沒有優勢的 那這個就是高冕人的帝王時代的後期 比較劣勢的地方 好 直接生物打噴出來應該沒有問題 這邊生物趕快要趕快去撿了 後面我們繼續蓋修道院 修道院還沒有補 這裡被打出一個洞來 在中間的位置再補下一個修道院 那有些觀眾會問說 為什麼有些高什麼 他們修道院不蓋遠一點 只是因為他們認為 如果這次修道院再被砸掉的話 基本上也要打GG了 所以他們不想要搬太遠 覺得沒什麼太大意義 如果對方能打到這裡來 那就是他贏了 只是單純這個原因 當然是搬越遠越好了 但如果搬近一點的話 這個距離也比較短 可以快速獲得更多的黃金 那奴炮巷這邊數量來到了22隻 那我會建議打奴炮巷的數量的話 維持在30隻左右會比較好 讓他本身奴炮巷的傷害只有10攻 多一點的數量的話 對方對方的遊俠 或是大馬暴的情況 還是比較好打一點的 數量太少 用起來還是會無感的 法蘭克蘭這邊點下了騎士精神 跟遊俠的升級 二級的馬卡也正在補上 三級防補完之後 遊俠就可以出來清場了 法蘭克蘭目前是用 集兵加上工程器的一個壓制 高美慢慢的把這個城堡補到了上方 高美也補下了三級攻 集兵也升級完 我向這邊勸退集兵一波 火車也是勸退 這邊砸個一發 噢 打得不錯啊 道特經驗還是不錯 砸掉了一些疾兵 奴炮出來瞬間被投射給解掉 這邊點下精銳奴炮巷的升級 雖然城堡被砸掉了一座 但後面還是有三座城堡 可以進行生產奴炮巷的工作 好 道特這邊轉出了火炮之後 火炮可以先去砸對方工程器 然後這個火炮有點砸得歪 因為人家一直在移動 這個火器單位通常沒有彈道血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彈道血會太強 但是有這個文明喔 葡萄阿倫喔 火神槍喔 可以讓火槍單位 吃到這個彈道血 唯一可以吃到彈道血的 就只有葡萄阿倫而已 所以玩火炮的時候 要稍微去控一下 稍微去預看對手的入境位置 才會比較容易打中 這也是司機利果控兵的一個細節 需要預判對手的位置 好 這邊一直瘋狂砸不到 這意味著Jordan控兵還是不錯的 好 這邊直接砸爛 哇 好痛 中頭砸下去 弩炮箱直接蒸發 目前Jordan是使用距離投石精 來做反制對方中型投石機的一個策略 但這個策略成效並沒有非常好 砸這麼多發中砸到了一發 自己的城堡已經掉落了 但正面的疾病全部殘血 現在是Jordan有一點優勢 但是後方的中頭又繼續補了傷害 哇 直接打掉非常多的奴炮箱 這邊再砸一發 這邊盡可能想要散開 雖然散開還是吃到一些傷害 這邊Jordan有散兵優勢的關係 打了回去 哇 高景這邊突然逆轉了回去 不錯不錯 級兵加奴炮箱 正面扛得住 好 那剛剛經過那波大戰之後 奴炮箱數量回到了剩21隻 數量稍微下降了一些 但至少左邊城堡也是拿掉 自己城堡也掉 兩邊城堡都是兩敗巨傷 左邊的金礦處有可能高敏可以拿下來 Jordan可以拿下左邊金礦的話 對我來說是一大家分喔 因為畢竟下方都已經被侵占掉了 這個黃金再不拿回來 可能沒辦法平衡一下這個黃金數量 Jordan這邊果然是要往上進攻 繼續在上面投擲對方城堡 想要讓對方去北上跟他嘴一死戰 但是Doubt這邊並沒有這個想法 反而是想要盡可能進去 偷對方村民 但這邊即使被Jordan堵了一個口 這邊遊俠只能撤退 但又是遊俠迷失了人生方向 在原地直接被招強叛變了 叛變之後 再一個人直接往前送頭 究竟後面蓋下了一棟城堡 後方Doubt也補下了一棟 小兵又要進行巨頭大戰了 看這邊奴炮象數量並沒有很多 正面疾病跟遊俠數量很高 奴炮象沒辦法跑掉 這邊追擊 追擊得非常漂亮 Doubt這個時間點打得很好 三巨頭順利把城堡給拆了 目前遊俠也是趁勝追擊 Doubt這邊可以用自己的奴炮象 秀出一波操作嗎 你看這邊奴炮象只有18隻 傷害其實並沒有很好 風速也是偏慢的 哇 這個很尷尬 但是後面頭車砸一發 哇 這個血量這裡再砸一發 哇 砸掉了一坨 直接損失了大概5隻的奴炮象 奴炮象是要來到只剩12隻而已 12隻奴炮象能夠拯救世界嗎 看起來是有點偏困難的 那這邊遊俠就去往前 有級兵也是往前送 上方的金礦處也是被騷擾到 就等著上方金礦也要被拆掉 這面的黃金礦也要被法蘭克 道德這邊奪回去 就這邊一次損失兩邊金礦 而且前線的小金礦 也是沒辦法繼續踩了 目前道德會有斷金的危險 法蘭克人這邊黃金數非常多 有5000多黃金還有2000多了 就算這邊全出遊俠 也可以硬生生的把Juno給換死 但是由於他沒有五生物的關係 所以這邊還是要打得小心一點 盡可能用這個投石機換到更多的優勢出來 這邊級兵硬搓可以搓到一台去 投石機沒問題 OKOK 喔這個雜意法 有點大碗 直接殘血的級兵 再用剩下的級兵的傷害去搓一搓 通常都可以搓得掉 這奴炮象一直往後走 就是因為投石機的關係 目前看起來 道德壓制力還是非常強大 道德讓Jordan打出了聚集 哇看起來這個Jordan打得非常極限 道德後方的均勻投石機 加上總統給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而且黃金都控得非常好 該控的都有控到 所有的黃金礦都把它控得一乾二進 這張圖感覺有點是 Jordan的圖不太好的關係 然後你看這個金礦處也是被壓在這個地方 那除了圖不好之外呢 那我覺得這也是文明上的問題 畢竟高綿的這個文明後期 反正就不是非常強 它的精華時期就是城堡時代跟地出那段時間 讓對方法蘭克人拼到這個地後時期 科技幾乎是滿的情況下 遊戲也出來了 就可能在翻盤了 畢竟人家有火炮啊 中頭頭時期什麼都有 也不管出巨頭啊 奴炮啊 都有可能被對方火炮給打回去 這就是高綿的後期難玩之處 然後我們來看看經濟 經濟的話應該是高綿會贏一個食物的採集量 果然 因為這個高綿採集量食物是非常多的 但法蘭克人的木頭跟黃金一定是會贏一些些的 因為這個黃金量 道德這邊控了非常多的野金 石頭的部分也是 雖然有食生物的加持 但依舊抵不過法蘭克人控金的優勢 那這個就是法蘭克人在經濟場面的一個很強大的地方 城堡太平 想插哪就插哪 控圖相當方便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